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派对进行的过程中 进取的男生都会认定当晚的对象 然后有策略地让他留下一个好印象 由于不能够每一首歌都独霸他 所以就等到派对的尾段 这些男生就会发动全面攻势 就是如先和那个DJ同学仔 夹定在这个时候播 弃珠 让自己可以预先准备邀请到心仪的对象 跳回一只漫无 加上这首歌长达七分多钟 正好营造最佳的浪漫时刻 随即全力出击 就是拿电话号码 自然能够一击即中 成功了之后 当然可以跟着Beatles唱 那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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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那那那那 Hey Jude 原来本身就叫Hey Jules Jules就是Beatles的灵魂 June Lennon约翰年龙当时五岁的子 Julian 这首歌由另外一个Beatles的灵魂人物Paul McCartney 宝罗McCartney作曲兼填词 原意是想安慰少少Julian 因为当时他爸爸John Lennon 踏上了第三者 Yokob Arnold,小野洋志 要和他妈妈离婚 而Paul McCartney就驾车去到Julian的家 为问他和他妈妈Cynthia Lennon两部节 歌詞说 Don't make it bad Take a sad song and make it better Oh, and anytime you feel the pain Hey Jude, refrain Don't carry the world upon your shoulders 为什么原本用Julian的小名Juice为歌名 命名 突然间变成了Hey Jude 原因很简单 因为Paul McCartney说Juice较为好听 而且容易唱 当时只有五岁的小小Julian 完全不知就女 直到二十年后 他才知道Hey Jude是为他而创作 就连此作俑者 即是他爸爸John Lennon 亦都以为这首歌是Paul McCartney 为了安慰自己而成 Hey Jude是当年占据流行榜首位置 时间最长的歌曲 九星期 亦都被很多权威的杂志 以为其中一首最重要的歌曲 2012年 在英国伦敦奥运会的开幕式上 七十岁的Paul McCartney 当时John Lennon已经去世了 带领着全场观众合唱Hey Jude 作为典礼压续表演 用歌声将开幕式推向高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和声音乐